印度神童阿南德 在日前發布了一段影片 去講述 他對於疫情接下來的看法 阿南德講的東西到底是不是對呢 吃這些 啊這樣做可以嗎 阿南德特別點名 台灣啊 中國啊 地方的傳統醫學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而新夜情流展他的 紅燈警訊 是什麼呢 大家好 阿明師又來了 印度神童阿南德 在日前發布了一段影片 去講述 他對於疫情接下來的看法 也給了世人一些建議 我本來沒有再追阿南德的 但還是一堆朋友的訊息 會開始問我 阿南德講的東西到底是不是對的 吃這些 這樣做可以嗎 那我就想同意做一些 我對這段影片的一些回應 首先重點先行 新夜輕油膽過量 容易產生皮寒症狀 如果是薑黃過量 容易產生胃熱的症狀 就我看來阿南德這段影片 我濃縮為以下三點 第一 他其實鼓勵呢 我們用阿欲廢徒的這種方式去生活 簡單來說 就是擁抱大自然的禮物 你可能要多曬日光 回歸正常的生活型態 以提升我自身的抵抗力為主 而避免去依賴外來的這些抵抗性藥物啊 甚至他也說包括疫苗 第二 你可以向各地的傳統醫學去取經 阿南德特別點名台灣啊 中國啊 然後地方的傳統醫學 我想要講的是中醫的部分 那第三 阿南德建議呢 兩樣草藥 第一個叫做 新葉輕牛膽 第二 是薑黃 他認為這兩個藥物呢 對於調節免疫力啊 增加抵抗力是有幫助的 當然呢 不要過量 因為任何草藥 只要過量都有可能會傷身 那這邊我回覆 首先 提升自己的抵抗力免疫力 這一點我是認同的 中醫也講 浮症驅邪嘛 如果我都依賴外來的藥物的話 那我自身抵抗力很差 變成一個浮不起的阿朵 爛泥 浮不上牆石 對你的健康也不好 但是呢 另一方面 我認為疫苗還是藥的 我們後面再講 第二 像傳統的醫學取經 因為相較於中醫 對於台灣啊 中國啊 印度是本身 他是人家用盛行的是 阿裕沸陀這個古老醫學 其實阿裕沸陀 他的核心概念 跟中醫寫有一點類似 都是在於取法自然 強調身心靈的一個結合 並且他在各方面 比如說草藥 運動 甚至有時候會研究到 芳香療法還有聲音 甚至還有一些瑜伽之類的 整體的去 讓人更了解自己的生命 似乎古老的醫學 都很鼓勵我們 藉由醫學環境跟人 來讓人更了解自己 更覺察自己 這一點我是覺得很接近的 沒什麼毛病啊 但我的態度是這樣 沒有必要說 我們一定要就是取法傳統醫學 而現代醫學就棄之必息 其實沒有必要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而阿仁在講 芯葉青牛帶跟薑黃 他又是什麼呢 他所說的過量 天啊我哪知道我自己過量啊 怎麼知道我過量了 先說芯葉青牛帶 其實芯葉青牛帶 為了查這個藥物 阿明是查了一整個早上的醫學論文 發現其實在一個 入門的資料庫很少有 芯葉青牛帶的資料 關於芯葉青牛帶主要都是在一些 藥理的成分分析啊 還有動物實驗 人體實驗其實只有一些 連性的個案 所以並沒有很大的一些參考 看來他主要是經驗用藥 依賴的是 阿玉貝特的一家 或者是我們在使用上的經驗 然後再去做一些延伸 所以我就不多提啦 而我也去找了一些 我熟識的一些中藥部 草藥部的一些老前輩 他們也很老實地說 芯葉青牛帶台灣沒有 所以他們第一沒有使用經驗 第二也不太會進到貨 可是阿明是發揮窮追不捨的精神 我去找芯葉青牛帶它有沒有類似的藥材 最後讓我找到了 它的中藥跟草藥 各有一個表兄弟呢 在台灣是看得到的 其中之一呢 就是中藥的汗防禁 芯葉青牛帶其實是防禁棵 青牛帶屬的植物 因為我們這種植物的科屬啊 基緣相當於一個協同 還以為是生物嘛 協同我相信的話 通常性質也不會差太多 至少在中藥的性味 是涼的是熱的 通常是同一個範疇 而在草藥界呢 台灣可以看得到一個叫中華青牛帶 它是防幾顆青牛帶屬的 同屬 所以以著它的性味更是接近 別名又叫寬金痰 主要的功效是清熱解毒 液痰退黃 也比較偏涼的一些作用 總結起來 我們可以推斷 新葉青牛帶其實是一個大苦大寒的藥材 大苦大寒的藥材呢 其實過量就容易產生疲寒症狀 就是所謂呢 會越來越量了 量的時候就容易會大便大不乾淨 或者是腹瀉、腹脹、腹痛 食慾減低 精神體力越來越差 人越來越虛 而久了以後 因為中醫講皮如果太弱了 肝反而不平衡 肝很容易發炎 所以久了以後它可能也會有一些 皮液寒草產生的一些肝炎症狀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把它當成非常慎重使用的草藥 不要以為說它是沒病治病 印度神通講的嘛 千萬不要這麼想 那薑黃其實大家都認識嘛 其實它是行之有年的一個 我們都說會幫助內臟發炎、抗氧化 但其實它也是一個比較溫熱、心熱的藥材 如果說過量的話容易產生 胃火、火燒心、胃灼熱感、噁心 這些症狀 另外薑黃如果使用過量呢 還會有幾個症狀 第一它會促進膽囊跟子宮的那種收縮 如果是孕婦的話一定要慎用 或者你原本就有膽結石的人 要是一吃過量 膽一縮縮 卡到石頭你會更痛 自己找對手 第三 薑黃其實對於調節血糖是有幫助的 也就是說它會幫助你 假設有在服血糖的藥 可能血糖藥的效價會變得更高 所以其實也有發生過 一些糖尿病患者 薑黃吃棍多 看完的話就不錯 結果呢 血糖就過低 產生低血腸性的休克 是有記載過的 而薑黃也很常 就是我們誤用 就是覺得 我是不是吃薑黃粉 每天這樣吃就夠了 但坦白說 可能你就是吃到它對味的影響 但是你吃不到它對於你的優點 因為薑黃它如果水溶性直接吃粉的話 吸收效率很差 低於1% 所以要增加薑黃的吸收 通常就是 第一你要熱熱喝 第二它是止濃性的 所以要加油 第三 它通常跟黑胡椒一起使用的話 它會增加它的吸收率 而薑葉青牛腸它的紅燈警訊 是什麼呢 當你吃到出現腹瀉 有心腹脹 睡不好 甚至你肝臟本來就飽的人 一定要慎用 薑黃的紅燈警訊 就是 你開始出現火燒心味灼熱 你可能就要停了 好 而跟大家總結一下 薑葉青牛腸跟薑黃 雖然是印度神父所建議的 但是它其實也是在建議 以印度阿玉肺頭的範疇 可能他們在一定的規範下 會去使用 阿明斯是認為 並沒有最完美的一個治療方式 最完美的其實就是客製化 而依照不同的人的體質 去設計出 最它最適合的一些藥材 台灣就有非常方便的 家庭中醫生的系統 而我也非常的認同說 我們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我們去使用當地的一個傳統醫學 它可能有很多石頭 我們借鏡跟淘寶的一些地方 我們把自己的抵抗力平衡好 氣血平衡的時候 就算染病了 也不太容易會變重症或住院 那如果你有打疫苗的話 我認為又更危險一點 而阿南德會說 接下來可能年底 或者是明年又會再有一波流行 坦白說我是認同的 因為就流行病血的角度 病毒是會變種的嘛 現在是到Delta之後 變成Sigma 誰知道 所以最重要的是去建議一個 正確的對待身體 以及外在疫病的這個知識 總的第一保健自己 外面不管怎麼變動 盡可能是不動如山 如果有新的病毒變種 我如何去支持我的國家呢 適時把正確的疫苗進進來 趕快打上去 人就順應的環境去變動 把握好自己 這是我認為人類 以這個地球共存的一個最好的方式 而我最後一定要強調 醫學的目的就是為了人類的生存 所以任何療法都是兼容病具 只要有用 不管它是現代的還是傳統的 有用我就用得上 沒有必要說 我為了要說 你傳統的醫學一定比較好 我疫苗就不打 我認為是沒有必要 而阿南德說 你用在地的傳統醫學去治療在地的人 問問答案 青葉青牛膽根本就是印度的藥 不是我們台灣或中國華人會用的藥嗎 按照這個原則 你使用中醫的方式保全自己 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我是很贊同的 好啦 我們就說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疑問的話 我們在底下留言 謝謝你看到這邊 如果覺得有用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訂閱 並分享給你覺得有需要的朋友 希望這樣的知識 可以去廣傳幫助到更多的人 再見 掰掰 在明瞭壽 請問視頻 Rit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